漏水了 我去休息就 我去看看 手上全是水 你来给休水管了 对啊 我看你是来给的 从下来闹来的吗 孟老师啊 哎呀 今天我给你说 我做一个休息课 我闹肉一个呀 就不给我放送 来多次啊 你劝您多少时间 帮他 半年了 半年了都没给是吗 我这公司忙定了 时间 您今天再帮我 行 没事 今天来咱们看他怎么说 如果他不给的话 咱们就依法起诉他 这还不到 咱们都可以看一看 谁呀 我声你理解 来开键门 打出来就来 不提前打电话 哎呀 这我还提前打电话 你这半年都不交房租 你老街躲着 我都来多少次了 你说我这公司 谁都跟你交房租啊 我哪有时间了 我这两年前 没给你交房租吗 不就最近这 两年前 你还好意思说呀 最近已经半年没给了 你怎么说的 合同上约定了啊 合同上约定了 自己看看 谁呀 你好 跟你说下自我介绍 我姓沐 我是一名法国老师 今天受李女士的委托 来处理这个 你不交房租的问题 你拍什么拍 来来来 你冷静一点啊 我们录像是合法取证 保护咱们双方的权益 好吧 听我说完 合同上写着呢 两年前你是交了 两年前你开始租的时候 你是认真交了 三个月一付 三个月一付 但是最近这半年 两个三个月了 你一直都没付钱 你这都拖半年了 电话也打不过 这半年时间我来求门 你也不给开 半年房租多少钱呀 来我告诉你 半年房租多少钱 一个月两千 六个月一万二 也不多 为什么拖人家钱不给 我们刚刚说了吗 这都时间没钱 你没钱是人吗 你这是没钱的态度吗 你挺横啊 我告诉你啊 继续这种横的态度 我们这核档上写了 三个月一付 你自己也知道吧 是你自己签字的吧 如果继续拖着不付 我就可以依照这个 合同起诉 你懂吗 别吓唬我 这钱早给你老公了 老张打不住了 我们家老张说 也没收到这个宝费呀 你回去就问他 老张是您家爱人是吧 对 那是吴老公 你别吵我 一般不在哪打 回去亲口问他 来我跟你说 既然你说了 给人家爱人了 那必须当面打电话 说清楚 这叫当面对峙 知道吗 我家老张手机打 他在这想呢 别弄他 是你不是跟老公的心情 什么 你老公了 就什么老 老张 你他妈给我出来 你个妈的 哼 你让我找着你的啊 你在这儿啥呢 你在这儿啥呢 你不是说美容的 你跑这儿来干嘛了 你收 我来收花费来了 你在这儿啥呢 漏水了 我修修 你看他手上全是水 你来给修水管了 对啊 我看你是来给他 从价值道来的吗 冲着 来你坐 你看看 你跟他煎上水 来你告诉我 你跟他啥关系 啊 啥关系 啥关系都没有 你他妈的不叫他做 你干净 来来来来来 你妈不叫他做 别打了 老公 别打了 臭不要脸的 还顾着他呢 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是不是还要 气到他 还有这爬八夜的管公司 啊 来来 你在这儿 我俩俩搞不息 你不好好做美容 你跑这儿在干什么呀 不是 你还好意思说人呢 这是什么人 你认识吗 这是你自己的妻子 你们俩什么关系 咱这儿干啥呢呀 没干啥 那你 不就是 里面那个水管的问题吗 那你藏什么呀 这是见不得人的事吗 我刚刚娘之前 你们说清楚了 你早上出门人咋说的 啊 你告诉你 你在家的吗 啊 你在家就跑这儿来了 哎呀 在家这 我就出个小空到这儿 你小的妈说我俩撒谎啊 那那床是啥 还以为您说吗 啊 是啥 来来来来 你说吗 冷静点 冷静点 来来来 我一看啊 你们俩现在这个 那就是要脸的你 冷静点 当着外人 现在好意思说了 你自己干出这 不要脸的事了 还好意思在这说话 我告诉你啊 洗澡他 你这忙 他在家里头呆着 除了他们客户 还在忙 忙得要死 你看他就说啥 没事 简易 就你这种行为啊 放在家里边啊 这事业有成 又长得漂亮的 媳妇不要 找这么一个 他有啥呀 你图啥呀 你问他 在家里面怎么对我的 天天一要五喝六的 别生气了 啊 怎么着 对那狗都比对我好 说你不应该吗 就你能干出这种事 你刚才就来人生气了 啊 哎呀 你又这么说 别生气了 想起来 我不是说你来的事 你自己无能 你知道他有老朋友吗 知道他有老婆还敢这么说 谁给你的权利让你这么横啊 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你还在这横 我告诉你啊 就你 现在啊 我现在先不想跟你说话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 他欠了半年房租这事 给没给你 给没给你 你不知道啊 啥时候给了钱呢 想花了呗 你有什么权利 我告诉你啊 这个房子 是人家 李女士的 所拿的房租的钱 属于夫妻双方 共同财产 知道吗 我就看你这样 你应该也没收 我告诉你 不用跟我这横 这钱是人家夫妻双方 共同财产 懂吗 李女士有权 每一分都给你要回来 还有你啊 不用跟我这混 告诉你 你跟他鬼混在一起 已经构成 适时婚姻的 这叫成婚罪懂吗 可以依法起诉 你就要考虑好 如果这种情况 要起诉 你分分钟 净身出户 明白吗 从凭什么 购户给你啊 你要把房子 购户给他 他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吗 这房子是人家 李女士 婚前购买 单独产权 有你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 这房子严格来说 跟你都没有半毛钱关系 更别说你想购户给他 自己考虑一下 这房子房本是人家名 媳妇都是他勾引的我啊 他 经常半夜十二点以后 给我发信息 然后说 不是这儿 这儿坏了 就说那坏了 然后 我这一推开门 穿的极少的衣服 然后经常这样 我喜欢穿什么 是我自由 是你自己拔制不住 我什么拔制不住 靠你妈的 不是你重头给我签我 把他看到你哦 对媳妇 还有那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然后你给他了 十万块钱 这干啥呢 怎么还有 还有十万块钱的事是吗 上次那个 让你给那个 上海买车的 买车的钱 来你过来 他说 儿子买车要用十万块钱 你拿十万块钱 你合着把你儿子买车的钱 给他买车了是吗 你可真的吗 不是人呢 你给你自己人 你都筐 来来 现在行 收 现在啊 我不管你们俩什么事啊 就这种渣男 我都看你都不想看 但是现在啊 不光这房租的事了啊 房租 一个月两千 六个月一万二 加上你从人家这拿的那 十万 知道吧 你买车那十万 也是属于人家夫妻双方 共同财产 知道吗 李女士有钱 我肯定不跟你过 跟你要回来 现在啊 一分不少的给人还回来 要什么钱啊 我白白非他玩啊 不用跟我这横 是你自己自作自受 活该知道吗 谁让你妄图 破坏别人的家庭来着 这个事儿 不是人家一个人的错 知道吗 一个巴掌拍不响 懂吗 苍蝇还不定五不得带呢 是他自己巴掌不住 还威胁我还 威胁你 你不会找 找李女士吗 苍蝇不定五分的带 你是苍蝇吗 他是有缝的带 好意思给自己这么形容 我告诉你啊 现在这事儿 你们俩都有错 但是他这个垃圾的事儿 一会儿处理 现在处理你的事儿懂吗 你欠人的钱 包括房租一万二 拿人一十万 这十万你是怎么给他的 是他要 买车是吗 借的是吗 有当时聊天记录吗 什么借的 他都给我的 来来 聊天记录是怎么说的 是借的吗 是借的是给的 到底有没有 借的是吗 聊天记录有是吗 转账记录有吗 截图下来给我保存好了 发给李女士 听见了吗 我们有证据 这叫证据 知道吗 一旦我拿这证据啊 继续法院起诉你 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别吓唬我 我吓唬你啊 你觉得我在吓唬你 我有空在这吓唬你吗 我告诉你啊 趁我好好跟你说的时候就好好商量 如果你继续这种态度 我再给你机会明白吗 看你年轻我想多给你个机会 想把这事算了 如果继续这么横 我就直接去法院起诉你 你不是工作好吗 我把法院的传票发到你公司去 让你老板看看 让你同事都看到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说那么多没用的 就横是吗 不怕当老赖是吗 我告诉你啊 告诉一下你的后果啊 我起诉你之后 你就是个老赖 微信支付宝 你的工资卡给你冻结不说 你有车 这叫有资产 有资产不还 这叫拒职罪 在人民法院判决下来的时候 有能力偿还 拒不偿还的 等待你的啊 三到七年就去徒刑 你想好了 进去七年 高墙铁窗 让你感受一下 吃窝窝头的生活 看你出来还能有什么前途 我在苦口河心的劝你 知道吗 不用再吓唬我了 我还了五万 老娘给你白玩了 看见完了吧 来来来 就五万 我告诉你啊 没有 你不用说 不用对他 他现在说话没有用 现在是你欠人家李女士的钱 十一万二千 一分不少的还回来 五万我们不要 再问你最后一遍 能不能还 都得给我拿回来 老娘还你 是你自己目的不纯 心思不纯 活该 自己做的 来 李女士 你这个不发蛋 是我瞎了眼 是你自己想找人家的 你自己没有那心思 人家能来吗 闭嘴吧你 你还挺横 当个小三你怎么这么横呢 你爸妈知道你是这样的孩子吗 把你养这么大又让你给人家当小三 过去了 你别说那没用 我说的没用 你说的有用 欠人钱不还你还听我理了 你当初不凸钱的话 你能上他的道吗 你赶紧给我吧 我告诉你啊 咱们合同还有三个月到期 到期之后赶紧滚蛋 这房子也不租给你了 我他妈还不想住着呢 好似为之一个波浪费 我肯定不给你住了 什么人呢 大叔找你了 我一分不住了 我真的一分不住了 是相互理解的 如果违反道德 法律上一定是不支持的 什么能力就该干什么样的事 我是沐老师 如果你身边有类似的法律纠纷问题 可以来找我聊一聊